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,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防癌最好的特效药,不用花一分钱,堪称医学奇迹。 俗语道,千年的王八,万年的鳖,有人说这两种动物就爱静养不爱动,照样活得长,这种说法大错特错,乌龟是骨头包着肉,人是肉包着骨头,乌龟是冷血,人是热血,能一样吗? 乌龟身上有230多块骨头,90多关节,人身上有206块骨头,230个关节,人身上那么多关节就是让你运动的,只有运动才能保证关节软骨的健康,关节软骨里没有血液供应,必须得吸收关节液才能营养,而关节液只有活动时才能大量分泌。 运动最好的方法就是走路,动汗为贵,体内有些毒光靠大小便不行,还得出汗。 主动流汗简称动汗,中医理论对动汗评价很高,认为动汗为贵。 汗的成分是98%是水,2%有尿素、尿酸、乳酸、盐分等。 出汗不仅有给人体降温的功能,更为重要的是,人体内的许多垃圾,如乳酸、尿酸等废物,如多余的绿花钠等,甚至毒素,如重金属、化学物质等。 还有许多脂肪等有机物质,差不多完全通过大便、小便排出体外的,必须通过汗线排出。 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,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,让血管更有弹性,尤其是冬天,更要坚持每天运动,而每天要至少持续半个小时以上,这样才能提高人体血液循环能力,刺激心肺功能,增强免疫力。 运动时间过短会没有效果,时间过长,过度运动却又会降低人体免疫力,使精神疲惫,体力恢复慢,每个人的体力不同。 总体原则是,运动后轻微出汗,自我感觉不过度疲劳,把握好时间,只要一口气把6000步走完,健康状况就会有质的改善。 俗话说,饭后百步走,能活99,我希望大家每天能走一万步,你上厕所走几步,上下楼走几步,办公室里走几步,加起来就有4000步,但是除去这4000步后的6000步是真正能够改善大家健康的。 而且这6000步最好一口气走完,只要你一口气把这6000步走完,你的健康状况就会有质的改善,最佳的锻炼时间是早上8点到10点。 我们心脏的一天通过跳动,要往外打10万次血,血出去后还得回到心脏,每天走半小时排气,胃肠病通通远离你。 凡是吃完饭,老打嗝的是大病,人吃五股粮食就会产生气,但是气一定要从后面排出来,走路就能帮助你排气。 发现自己肠胃不好,胀气,饥食,便秘,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坚持去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。 胃胀,胃酸,尝到胀气通通远离你,人老了,个子矮了,脚却大了,这是走路的不良姿势造成的。 北京市五分之四的人都有脚病,现在教大家一个治脚病的方法,每天晚上溜弯时垫着脚走,走路时脚跟抬起,前脚掌着地,两腿交际行走,坚持一段时间,腿病一定有改善。 走路是防治癌症的特效药,走路可看作防治癌症的特效药,如果能每天坚持行走一英里,在20分钟内走完,对乳腺癌,前列腺癌,肠癌的防治都有明显益处,最高可降50%死亡风险。 一,预防乳腺癌,法国一项涉及400万女性的研究显示,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坚持每天快走一小时,都能使患乳腺癌风险降12%,二,降低患肠癌风险,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发现,每天走路一小时,可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风险。 三,可防患疑腺癌,每天饭后丧步30分钟,科室患疑腺癌风险降低一半,研究者指出疑腺癌多和热量过剩有关,而走路可消耗大量热疗。 四,抵抗前列腺癌,美国加州大学针对1455名前列腺癌患者进行长时间随访后发现,每周只需快走3小时,癌症恶化程度比不运动的人降低57%, 原因在于走路可改善内分泌调节激素水平。 五,提高免疫力,英国拉夫堡大学研究还发现,每天快走可提高免疫力,使感冒和呼吸系统疾病几率降低30%。 六,预防心脏病,每天健走30分钟,可维持心肺功能的健康状况。 七,防治糖尿病,美国护理健康研究刊登,一天健走一小时,对二型糖尿病有50%的预测效果。 八,避免脂肪肝,研究发现,常走路的人血液循环较好,血可以流到聚集在肝脏的众多,微血管末端。 三,肝的代谢功能就好。 九,预防动脉硬化,持续20分钟以上的健走,有助分解燃烧,体内中性脂肪,预防动脉硬化。 十,延缓关节,退离衰老,美国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报道,与跑步相比,走路对关节损伤小,能延缓关节功能衰退, 又可强化肌肉功效,有助于维持下肢的良好能力,还可预防骨质疏松。 颈椎病,每天这样走200步就好了。 教给大家一个走路的方法,叫十点十分法。 有些人就问了,上午十点十分还是晚上十点十分,既不是上午也不是下午,而是做一个动作。 两只手测平举,然后向上高抬45度,两只胳膊看作中表上的时针和分针, 打开中表十点十分的位置,这个动作就是十点十分了。 我们的要求就是手心朝下,胳膊举在身体两侧,略微靠后一点, 手指头奔起来,头抬起来,就这个方法,每天坚持走200步。 觉得简单吗?你来试试看。 当你走到100步的时候,胳膊能酸到家,但是脖子肩膀附近的肌肉能得到非常好的锻炼, 只要坚持每天200步,当你练到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的时候,你的颈椎疼一定能好起来。 十个老人住院,九个死在肺感染上,老人走路就能饱废。 老人只要一咳嗽,肺肯定有麻烦了。 十个得了病的老年人住进医院,有八到九个没有死在他的疾病上, 最后全死在肺部感染和肺功能受损伤,老年人饱废,刻不容缓。 怎么锻炼呢?三呼一吸保养肺,每天走路时,心理数数一二三四。 一二三四代表走四步,第一步,第二步,第三步是吸,第四步吐出来,动作夸大一点,身体挺直,不许驼背。 人的肺很有意思,吸得越多,吐得越快,胃张开得越大,吐得越快,张开得越大,吸进的量就越大, 对提高肺的免疫力和弹性,提高肺部血管的通透率,保护肺部健康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 全身胖是肿病,肚子胖才要命,边走边敲打,保准,腰围飞速下降。 全身胖是肿病,肚子胖才要命,女性腰围超过90厘米, 男性超过95厘米,就有可能面临内脏脂肪超标的危险。 因此,现在提倡要健康,先减腰围,走路时捎带手夹些动作, 比如敲代脉,能很好的帮助减腰围。 代脉的位置不需要飞神去找,它环绕在腰间,就像是我们的腰带。 在腰两侧,有个代脉穴,以肚脐为中心画一横线, 以腋下为起点,画一条竖线,两条线的焦点就是, 如果你的肚子软软的,而且还有救生圈,走路时不妨, 两只手敲打左右两侧腰部,每天坚持半小时, 保准腰围飞速下降。 代脉就相当于马路上的环岛,四面八方的车辆都要经过环岛, 如果环岛堵了,其他的路也好走不了。 因此,代脉非常重要,经常敲打代脉,不仅能打通经络, 而且还能促进大肠蠕动,每天都运动,腰腹部的坠肉自然就会跑掉。 同样是走路,为什么有的人越走越长寿,而有的人却走出已生病? 一,走路的地方不对,爱在马路边走。 走路健身再拿走很重要,地点没选好可能对身体有害。 2017年12月5日,国际顶级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刊登研究显示, 无论健康与否,在公园散布的志愿者废功能改善, 动脉血管软化减助,而沿街散布者废功能改善微弱, 动脉硬化状况甚至恶化。 街道是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, 来来往往的车辆会排放出很多一氧化碳, 碳氢化合物,碳氮化合物,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。 在运动时呼吸会加深加快, 如果运动时的环境是比较污浊的, 吸入后对身体肯定是有害的。 二,走路的时间不对,天未亮就见不走。 很多坚持成练的人选择太阳出来前去见不走, 认为这个时间既不会被太阳晒, 而且能呼吸到比较清新且多样的空气, 其实这个时间锻炼不利于身体健康, 因为植物叶绿素只有在阳光的参与下, 才能进行光合作用。 日出前,没阳光照射到叶片上, 一夜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附近, 非但没有新鲜的氧气, 相反倒积存了大量二氧化碳, 不利于身体健康。 三,走路的时机不对,饭后立即就走。 俗话说饭后百步走,活到99, 但是这句话可能传递了一个错误的概念, 尤其是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, 饭后百步走可能还会导致危险, 因为饱餐后特别食蛋白质, 高支性饮食后, 血液会更多地集中到胃肠部, 加强消化功能。 这时,若从事剧烈运动, 会导致心肌供血不足, 出现心肌缺血,心脚痛, 甚至心肌梗似。 因此提醒大家, 餐后应休息半小时至一小时再去运动, 有关心病者有应注意。 四,走路的姿势不对, 寒凶低头。 如果走路时弯腰驼背, 长此以往不仅达不到好的锻炼效果, 反而会导致软组织的损伤。 昂首挺胸走路时, 全身七筋八脉都跟着一起活动, 而寒胸弯腰的走路姿势, 会让筋脉得不到很好的舒张, 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供养。 脊柱弯曲还会反射到大脑, 使人处于紧张状态, 造成大脑过劳, 影响夜间睡眠。 五,走路的部署不对, 每天走到两万步。 走路确实是很好的运动, 但是走路太多就会对膝盖产生损伤, 长时间暴走, 中老年人的万月板最受伤。 一是不间断的摩擦软骨, 容易引起炎症出现水肿。 二是骨关节也有十有年限, 无论身体条件多么好, 骨关节都存在老化和功能蜕变的问题。 正所谓, 生命在于勤运动, 关节在于省着用。 六,走路准备不对, 健身走前不热身。 很多人觉得健走运动量不大, 因此常常忽视了走之前的热身活动。 很多人运动受伤, 一个最常见的原因就是, 没有做好热身运动等准备工作。 这样身体突然快速进入运动状态, 就很容易吃不消。 此外, 不热身的话, 身体关节没打开, 活动受伤, 锻炼效果也不好。 七, 走路的习惯不对, 在空腹状态下快走。 我们在空腹状态下血糖处于最低值, 而持续走路会不断地消耗糖原, 导致血糖下降, 出现不舒适的症状等。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, 如果进行空腹锻炼, 血糖就不容易保持稳定, 容易出现低血糖, 引起的出冷汗, 无力等反应。 另外, 一个走路的习惯, 是有些人觉得厕所走几步, 上下楼走几步, 办公室里走几步, 也算走路锻炼了。 虽然这样走有利于身体血液循环, 比酒做强, 但不是连续走的话, 其实没有健身价值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,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糖糖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